黑音直升機不停在空中盤旋 搜救人員吊掛下來 將傷者固定之後 運送上直升機送醫 嘉義阿里山鄉 四號下午發生兩起山難事件 搜救人員摸黑搜救 五號凌晨先接觸到其中一名 在白雪村左腳骨折的 四十歲陳姓女山友 將她搬運到空地 小姐要忍耐一下 不久之後另一名在水漾森林 左腳扭傷的四十三歲女性山友 也被搜救人員救下山 幸好兩個人經直升機送醫之後 並無大礙 而屏東墾丁也發生失足意外 五號早上八點多 郭縣老翁跟朋友出門 經過青蛙石冰海步道 疑似沒注意腳步 不慎從兩米高跌落 頭部重擊礁石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呈現烏卡現象 然後我們馬上給他實施 人心灰不速訴 然後利用軟室單駕 把他給抬出來 老翁送醫之後搶回了一命 但瞳孔放大 還在醫院觀察 消防人員提醒 民眾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 別因為美景而分心 以免發生意外 華視新聞嘉義屏東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